娱乐中西娘雅云报导聚俊叶又日前去到小S左幕 屠东森提供日前聚俊叶去到小姨子小S学习的综艺节目做客 当时小S在节目上曝光只要聚叶在 姐姐大S学习院就是饭来张口、茶来伸手 套聚俊叶十分宠妻 而当时聚俊叶表示大S身体很弱 不能走太多路 还遭小S吐槽 起料,这句身体不诱惹或上身 中国网友纷纷挖出过去为了美白 S自爆吃胖宁血迹来美白的言论 狠腔大S自作字 聚俊叶在节目上表示大S身体不好 图翻设自YouTube剧 夜日前在小姐不惜地上透露大S身体不好 虽然小S吐槽她姐只是懒 但中国网友不屈不挠 找出过去大S主持Beauty小姐 以及去到小S和蔡康永主持的一真相吧 花花万物中都提到过自己靠着吃抗血迹来变白 而且大S也知道副作用就是身体会发凝血 稍微碰一下就很容易欲血 欲轻 也告诉家这是错误示范不要学 中国网友挖出过往大S 普吃抗血凝肌的采访 图翻设自微博 因此这次 聚俊叶提及大S身体不好时 小粉红便又开轰 表 之前大S自己就说过只要活着一天 就要是美的 为大S现在身体不好了 是因为吃了抗血凝肌肾 有人很酸说不定流产也语该是吃抗血凝肌药 不过对此 有部分网友认为是汪小菲买的热搜 水君 故意要来洗白流产一事 也表示天天审判 S从出生起的一言一行 就因为他没有容忍出轨 丈夫 幸福 幸福